3月8号是国际妇女节 在这个纪念妇女权利运动的日子 一些知名企业纷纷发挥创意表达庆祝 例如知名的素食业者麦当劳 就将招牌的M字标志翻转成W来彰显女性 此外福特汽车公司更在妇女节前夕 与沙乌迪阿拉伯一所女子大学开设驾驶课程 协助推动沙国决定给予该国女性可以开车的新权利 福特汽车公司的中东及北非媒体中心主任雅米西安 说明了这项专为沙国阿法特女子大学所开设的驾驶课程 除了沙乌迪阿拉伯这个极度保守的国家 在女性权利上做出重大变革外 事实上过去一年西方国家的许多女性也勇敢地站出来为自身权益发声 这当中包括因好莱坞制作人温斯坦的性丑闻案 而发起的我也是反性骚扰运动 让人们正视性骚扰及性侵问题 以及女性音乐人抨击格莱美奖性别歧视 把大部分的奖项都颁给男性 而间接促成全球45个音乐节承诺在2022年前达成性别平等 德国今年更实施薪资透明法 让员工可以查询负责同等职务异性员工的薪资 以对抗同工不同酬的问题 不过虽然女权运动看似大有进展 遗憾的是根据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在妇女节前夕发表的报告指出 女性在职场仍面临重重困境 例如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就比男性低了26.5% 平均薪资也比男性少了20% 同时难以获得管理阶层的职位 显示要达到两性职场平等 仍有长路要走 在1909年由美国发起 为了纪念妇女争取工作权益的国际妇女节 至今已走过将近110个年头 在各方欢庆这个节日之时 如何落实两性平等保障女性免于受到伤害 或许是更值得关注的事 杨广编译邱其重报导